这个资料库的写入 就是它主要几个重点 资料库的建立跟那个产生资料表 并且把那个资料写到资料表 那我们用的是那个SQL语法里面input 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单笔单笔的输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把那个多笔资料 像那个云端上面我有放了一个 就是member.tst这个档 如果我要把这个档里面有50个会员 50会员那当然顾名思义 我需要把这50个会员呢 全部新增在资料库里面 另外的话当然你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第一笔资料不能把它写进去 所以我要避开第一笔 OK所以第一个当然我把它下载 这个印象中是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把这个下载成那个tst档 印象中是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member好像已经有了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把这个档如何把它开启 所以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呢 如果我要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 那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把这个档案呢 从这个下载区里面 这个member.tst先把它开启 那当然前面有讲过了 你可以用open哦 open 入信给他 并且跟他讲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UTF8 因为这个是从那个Google 这个Google的文件里面下载 所以他这个编码方式UTF8 那并且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读取 并且要避开第一个第一笔 那第一笔的话 那当然你这地方不能全部了 你不能是for each的写法 你可能要for i的写法 for i in range 然后避开第一个 第一个零嘛 你从一开始 然后直到他全部的档案 把它全部读进来 那读进来做什么呢 就是跟这个什么 跟那个前面讲过的insert into结合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第一个开一个资料库给他 资料库资料表 并且能够把这个资料呢 写到里面去 OK 所以其实这并不困难 前面都讲过 但是就是要把档案跟资料库 结合在一起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这一题先试着做做看 那里面的话呢 大家也许 第一个也许我们open嘛 open的话 这个先把它删掉 第一个呢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把它open起来 那open的话呢 当然再结合音设音图 然后把它print 第一个当然就是open 那用release 把资料呢 先把它读进来 OK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 我用split 逗点 因为它里面资料 用那个分格符号 就是逗点 然后分别呢 用format把这个资料呢 全部读出来 并且把它列出 那用format是比较简单 因为总共有五个资料 所以分别把这五个资料呢 分别把它读取并且列出来 OK 那这里的话 这个 把这边 少一个 OK identify 0123 4 4个东西 OK 那请各位这边 说牌关系 OK 那把结果呢 把它print出来 OK 那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面 就把资料给读出来 但是最后一个呢 如果有多一个换行 那你就把它strip掉 这部分的话 第一步 可以把它开档 开完档之后的话 怎么跟写入结合在一起 可以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我们的那个 资料库里面的话 第一件事 一定要把它读 把它读取 读档其实前面讲过了 非常简单 那Python里面 大概第一个 你要先确定你的位置 第二个R模式 第三个encoding是UTU-bar 因为这个档是从 那个Google下载的 一律是用UTU-bar 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这个档 是在 在那个ECEL里面 转档 或微软直接 记事本存的话 那通常都不需要 encoding的UTU-bar OK 因为它本来就ANSI了 OK就是我们所谓的Big Five 这后面就不用 这前面有讲过 那再来的话 我需要怎么样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避开第一个 并且把里面一个一个读出来 那我可以用READLINE 这个前面也讲过 那在那个档案读取的方式 至少三种 大概我觉得你就 也蛮好记得 READLINE 不用S 读一行 OK READLINE 把它每一行都读进来 那读过来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串列 或者是 你就全部读取的话 就READ OK READ就全部读取 那我们现在因为要把一笔一笔 读过来之后的话 再做切割 为什么要切割呢 因为要把它放进资料库里面 放进资料库里面 如果没有做切割的话 你刚刚没办法放 不然你就全部放一笔 感觉怪怪的 全部放一笔 那以后怎么查 如果只要查姓名 你把其他东西给我干嘛 所以通常是会做切割 把档案的资料呢 切割的部分我没有SPLIT 然后呢 我也许预先先确定一下 我读出来是否正确 那读出来OK 不过只是说 这边后面的话 有那个换行 好像多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 在第四个后面 好像他多一个换行 所以你就点什么 点STRIP 记得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加一个 前面讲过 把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STRIP 然后呢 里面跟他讲说 帮我把那个换行拿掉 反斜线N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再把它执行 后面应该就没有换行 那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分别帮我把这分开来 并且帮我输出 我这边是中间加空白 OK 一个一个空白 帮我把它分割 确定已经分开来 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呢 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丢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个档案 要放到资料库的话 流程都一样 不管 将来你是Sequel Line 或其他的资料库 反正都差不多 概念几乎一模一样 OK 只是说我们现在在Python里面 我们用Sequel Line 那要怎么把它加进去 很简单 第一个 你可以用上个礼拜讲过的 我们在把资料 放进资料库之前 你要先给他一个资料库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那就帮我建 如果存在的话呢 那就帮我连线就好 所以这三行 Erin就先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的上面 第一件是什么 开资料库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资料库物件 叫看 也会产生一个资料表物件 叫科蛇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那我需要放到里面去嘛 所以呢 我需要有五个栏位 因为我要五个嘛 一个萝卜位坑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五个栏位 建立起来 起来的话呢 你必须要用这个 建立一个资料表 那可以把它copy好了 也许我把那个 这个拿来用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需要建 create a table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名称也许我叫member OK 名称的话也许我叫member member 也许01 02 03 01 等等 然后我叫member01 好了 那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那四个栏位 应该什么形态呢 我前面讲过 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那你就用integer 所以编号应该用integer 比较OK 你可以试这个情况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想想 你就全部就是用test就可以了 test当然一定都OK 文字嘛 反正你丢什么 就有点像esale esale你那个储存格 你丢什么都OK 那如果你要比较精确的话 第一个栏位 h 我们就给integer 数字 第二个栏位呢 给test 用文字 第三个呢 因为它是日期 所以用date time 第四个的话呢 也是文字 第五个呢 虽然有数字啦 不过中间有一杠 表示这个也是文字 电话号码 那我 总共五个栏位 如果要重新取名称 有麻烦 我的习惯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干脆把它想像成esale算了 esale不是abcde 那你就干脆怎么样 所以懒得想 你就用abcde好了 五个栏位 如果你要想 你就自己再想名称吧 第一个也许number 第二个也许是name 什么birthday 或者是什么等等啦 OK 如果有时候我来想 那个名称真的太浪费时间 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 一招就偷懒 怎么样 第一个就用那个a嘛 第二个用b 那这个主要是受到esale的启发 因为它esale其实就是这样 它为了要简便 所以以后取名就abcd蓝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资料库啦 只是说它让你简便 所以你也不用先定义 反正放什么就是什么 OK 所以其实esale 它就是有点像把esale尽量做精简 诶 殊不知后来因为大数据流行 大数据的资料来源都不确定 OK 所以刚刚好拿来用esale来处理 发现蛮蛮好的 那以前呢 资料不定 形态不定的话有个缺点 就是档案会比较大 会耗掉很多记忆体 不过刚好因为现在电脑的记忆体都太大了 所以以前是问题 现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很难说你丢一个很大的东西 把esale弄到挂掉 以前会啦 有没有 以前旧版的时候 一跑啊奇怪 挂掉了 现在有吗 好像怎么跑都不会挂 对不对 因为range太大了嘛 OK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类似用同样的类似的方法 所以第一 A蓝 B蓝 然后总共有五个蓝位 我就AB C D E 这样 然后再来把它改一下 OK 特别之后它的结构哦 一定是中间加豆点 A蓝 B蓝 C蓝 D蓝 然后后面就是它的形态 这个可能规则要稍微记一下 那可能D C蓝的话可能是Date Time 所以你这边的话打一个Date 再打一个Date Time OK 这个形态的话蛮常见的 反正用来用去不外乎就是 整数就是Integer 文字就是Test 然后日期时间 Date Time 然后再来如果有小数点就Double Double 大概这四种足够了 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 你搜寻一下网路上 资料库的形态 自己再去变化一下 Integer也有Long嘛 也有更大的 对不对 然后Double也有Float等等的 至于它的形态 每个资料库定义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不过这四种应该都差不多一样 OK 主要的 然后呢我们已经给这个 一个什么呢 Member的资料表 然后里面我们放的五个 这个栏位给它 而且形态定义OK的 接下来的话我就开启那个什么 开档 所以开档应该是放在第三个步骤吧 所以第一步就见资料库嘛 第二个见资料表 第三个开档 开完档之后的话呢 记得要什么 Insert into 所以特别注意 我要一笔 等于是一笔Rack 然后写一个 一笔Rack 写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 之前我们是 在底下这边有没有 写这样 所以你可以把后面 这四行把它复制一下 主要这四行 Insert into这个地方 所以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拿这个来改 会比较快 那放哪里呢 记得就放那个 回圈里面这边 特别注意呢 写法基本上也差不多 OK 只是说呢 那我print的底下 这边就是什么 Insert into 特别注意 这边 你就是记得把这边 把它丢到那个 Membering 1里面 那后面的话呢 insert into 那哪一个栏位 全部栏位的话呢 你可以 如果全部都要 ABCDE都要的话 你可以空白 不用跟他讲 那当然你要加也可以啦 瓜谷ABCDE 中央要加那个单引号 然后如果不加 表示全部栏位 那里面的话呢 就放什么 第一个栏位 记得就是放那个 我们放 放在A里面 放什么 其实就是放第一个 把它切割完的第一个 第一栏就放 切割完第二个 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最难的地方 应该在这里 而且记得 如果是int 前后不用单引号 所以这个单引号 可以拿掉 然后把那个x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list 第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一下 这边放进来 那第二个栏位的话 记得 在瓜虎 后瓜虎的前面 再补一个痘点 特别最后 第二个怎么放呢 记得 再把前面痘点这个区 包含痘点 干脆把 双引号到痘点之间 复制到瓜虎的前面 在Ctrl 键按住 就第二个了 可以特别最后 这个虽然没什么 但是很容易做错 如果你可以是做对的话 那以后你一定是int 应该就比较容易一些 那这个的话呢 就第二笔 第二笔的话我放姓名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记得在双引号的前后 请你加一个单引号 这边要单引号 这边要加单引号 加的位置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随便乱加 加错位置 结果就一定出错 我上个礼拜有讲 这个最容易出错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 要一次就做对 还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我上个礼拜 把影片录下 如果你回去 有时要有问题 自己再看一下 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方法 还有其他方法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 后面还有两个方法 让你音色音处 变得稍微简单一点点 不过这个方法 应该是算最基本的 不过如果你现在不OK 我待会讲第二第三个方法 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那基本上 那个我们在处理档案变资料库 档案放资料库 最常发生问题 就在这里 OK所以 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前后一定要加单引号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再放下一个资料 所以再一个资料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 这个这个他的生日 所以再把这个地方改成二 那生日前后也要单引号 那再来的话呢 就再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 这个这个血型 血型的话呢 也是要单引号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第三个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的话 也是从这边 豆点一直到前后的单引 前面单引号 再复制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是 那个第四个 OK 那记得这边后面的话 要strip 所以我刚刚有补一个strip 所以这边把那个 你如果断货符号 没有拿掉的话 基本上它好像也不会错 不过最好是把它 把它顺便拿 不然的话 变电话 你只要输出 它就变成多一个换行 有点怪怪的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 读一个 insert一个 然后execute一个 直到最后五十个全部进去之后 一次确定 确定的话你不用写在那个阶层里面 你可以放外面 因为最后一次再全部确认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 最难的地方 最容易出错的 其实应该就是在这个 后面这一段 这一段部分 然后呢 如果确定OK之后的话 insert into到Member 然后我先确定一下 我这个Member 之前有加过把它删掉 所以把它delete成掉 用那个siclet browser先删一下 然后删完之后的话呢 我再让它跑跑看 你会想应该如果 最好是double check一下 如果看没有问题的话 我上礼拜要讲 如果你没把握 你可以print这个字串 确定OK 你再把它执行 我想应该没问题 执行一下 OK 它又这个地方错 它如果 这个这一行错的话 那表示应该这一行错 那如果说这样子看 假设不是很清楚 我建议就是你这一行先把它注解一下 然后呢 你就这一边先用print 先把里面的stickle string 先print确定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 有错的话呢 再让它直接后面动作 这样比较保险 因为要一次做正确的话 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错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是printed 然后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然后 其实理论上应该这边也要空白了 不过stickle guy好像比较 比较不会 那么 有没有发现 对 OK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哪里错 你就先printed一看 就会有答案 原来多一个逗点 那这个逗点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最后 对我复制的时候 都复制了一个逗号 所以这边多一个这个逗号 那你只要把这个逗号 拿掉就可以了 记得 只有把逗号拿掉 其他不要动 好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如果不确定再执行一下 再printed一下 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 看起来应该OK的 insert into 那理论上 刚刚讲过这个value 最好在这边空白一下 因为stickle guy 其实他不空白也可以 但是其他的资料固有着很麻 asss就不行 少一个空白他也会错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注解拿掉 然后这边变成注解 这样的话让他run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不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应该会lock掉 他这个database lock 我把这个database也lock 所以那个sqlite browser也会lock住 这个时候他没有错误讯息 然后我们再重新去sqlite browser开 应该就会有我们刚刚的 开启之后的话 db 里面member01就有了 OK 他的栏位形态也会出现 切到那个browse data呢 找到member01 这个时候资料就进来了 就没问题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insert into 那也就是说呢 把前面开启档案 跟上个礼拜的insert into结合在一起 也是如果你PC要把某一个档案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全部转到资料库里面做应用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范本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范本 那刚刚我是建议你可以多找几个档案练习看看 其实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那只是说最难的地方就是说你insert into 刚刚最容易犯错的是insert into哪一个table 然后values 后面的话呢 这边特别重要 串切 这个如果是integer前后不用单以号 如果是文字的话前后 文字跟datetime前后都要单以号 所以你请要特别注意一下他的符号的规则 这个规则 一个都不能错 而且其实城市里面最容易发生错误就在这里 也就是如果你这边假如说你可以很轻易的过关的话 哇那恭喜你 以后你怎么写都对 因为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同一些发生错误都在这里 其他岛还好 OK 那我还蛮建议你这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因为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以后如果你这样又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 你就拿来call就好了 其实拿来参考比你乱枪打鸟乱改 好像还快很多 因为有的时候你说真的 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范本比什么都还重要 因为如果一个正确范本表示是一定OK的 你就拿这个来赶就好了 不然的话你要叫你重写或者叫你发生错误 要找那个错在哪里 太麻烦了 除非说你功力非常深厚 像我这个已经弄了非常 应该要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一看我大概就知道说可能出哪里有错误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拿范本来修改 可能会比较轻 比较容易一些些 那我切记就是以后你要使用这些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留下一个对的范本 为什么 因为直接来改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乱改啊乱找啊 Google找一堆 Google上面答案是一堆 但不见得真的完完全全符合你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同样一个资料库好了 你会发现十本书十种写法 每个人写法都不一样 我的写法你比较一下其他书里面写的 也跟我写的完全不太一样 虽然做的事情一样 但是每个人习惯的写法不同 所以当我的习惯我讲过了 我是尽量不需要的东西 我一个都不会留 然后逻辑尽量简单一点点 反正有点像模拟 以前如果会用那个SS 或者是图形化工具的那种资料库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反正以前就点滑鼠键盘而已 那现在只是说你要把滑鼠键盘的这种方式 转移变成全部都程式化的 所以未来你工作里面有发现 以后可能就是图形化的工具 可能会越用越少 那图形化工具象征的就是要付费 所以你会把微软他提供给你 就是很多视觉化工具 甚至连那个Visual Studio 写程式他都可以做麦产生的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付钱 所以如果你需要 就是降低成本的话 那你当然选择自由软 好处就是说他几乎没有费用问题 但缺点就是他没有视觉化的工具 如果你要视觉化工具 可能要付点钱 我感觉好像类似目前的情况 好像就这样 所以如果说你要替公司 或者未来你要增加效率的话 当然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做事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他的缺点就是说 你变成以后你要熟悉 这些程式语言的那个写法 试一下 谢谢大家